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到他的竹雕作品开始被各大博物馆收藏 竹雕也称竹客 容书法 绘画 雕刻艺术于一体 题材取自生活来源于自然万物 竹雕匠人以刀为笔 以竹为指 将中国山水化的构图和意境引入竹雕 与方寸之间构建广阔的大千世界 笼罩在江南阴雨中的晚南黄山 因其多云雾 少日照 降水丰富的气候特征 适合竹群的生长 这里竹子种类繁多 其中杆形粗大 质地坚硬的毛竹 适用于制作竹雕的上家之选 然而毛竹产量虽多 能够用于雕刻的少之又少 太细了 你看这个竹子是去年的竹子 你看 下面都有那个 可能这么细的做小箱桶 还是蛮好的 这个竹子也不行 这个竹子也平安 只有深知竹性的竹雕匠人 才能在成百上千的竹子当中 选出一颗能够用于雕刻的良才 洪建华与爱人张洪云 同为竹雕首艺人 两人因竹雕结缘 常结伴选才 这些普普通通的毛竹 经过他们的精雕细刻 将会成为价值不菲的艺术品 选竹须看竹林 新竹质地疏松不易雕刻 老竹纹理粗糙耐不住精雕 人们一般会选用三到五年 竹壁厚实光洁平滑 纹理适中的毛竹 这个竹子最起码有150斤 这个竹子应该是 刚好是个五年的竹子 你请 就选这个吧 结成毛坯的竹材 经过蒸煮 风干 可以长久储藏 需要时 根据雕刻题材 选择合适的器形 在传统竹竹作品中 笔筒的数量非常之大 因其兼具实用价值与观赏价值 广受人们青睐 竹雕笔筒 绘制线稿 不同于平面绘画 洪建华所制作的高幅雕笔筒 竹林七弦层次较多 景物远近 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都需要在动刀前构思轻浮 在主要是这个竹子 它壁肉比较薄 你怎么在这个很薄的壁肉上 刻出它的多七八层 甚至十几层这种立体效果 所以你整个在布局中 你要考虑到恰到好处 就是营物的沉叠 交叉交错之间 包括竹林和营物之间的这种 交叉都要处理的恰到好处 才能刻出它很丰富的 这种重生感 和它的立体空间效果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立了黄山市徽派雕刻博物馆 陆续招收了二十多名弟子 毫无保留地悉心指导他们徽派逐雕记忆 同为雕刻匠人的妻子张红云 多年来与洪建华一起打拼 两人由最初租住18平方米的小房子 到如今建立起占地面积一万多平方米的博物馆 三十年来的坚持与付出 只因对于竹雕共同的热爱 多年来洪建华一直在收集不同时期的竹雕艺术品 在研究前人雕刻技法的同时 寻找新的创作灵感 竹雕与明代中期形成专门艺术 发展至清代前期 雕刻技法精妙纯熟 各类器物繁复多姿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 清代后期竹雕作品趋于平潜单一 透雕 圆雕 高浮雕等 富有表现力的传统技法愈发少见 为复原传统竹雕技艺 洪建华通过多年苦心钻研 同时在木雕石雕技法中吸取灵感 找回了近乎失传的徽派竹雕技艺 这件竹雕作品圣人泛舟 采用透雕技法 描绘了历史人物张谦 乘坐木筏寻找黄河源头 虽身处惊涛骇浪 却依然神态自若 整体构思巧妙 古朴典雅 国家博物馆将其收藏 立体原雕十八罗汉 取竹根为材 根据其自然形态 全方位进行雕刻 立体原雕在竹雕技法中 属难度最高 洪建华通过不断摸索 不仅还原了传统竹雕技艺 并进一步发展 突破了竹雕只能制作 小型器物的局限 创作了以多块竹片拼接而成的 平面大型器竹刻插平 这件作品 孔子问理 利用竹纤维的各种特点 对竹材进行特殊加工处理 在整体平面雕刻的时候 获得了丰富的层次变幻之美 经过大批粗雕后的竹林七弦笔筒 出具轮廓 接下来的细雕 既要构建多重空间的层次感 又要打磨 经得住审视的细节 能否达到经典题材的传神与意境 手艺人对作品的理解至关重要 但是为什么这七弦喜欢选择的竹林里面 平常经常在竹林里面 其实感觉他们把竹子看作 他心中一种风向标样 一种精神的寄托 他们包括竹子的中空境界 包括他的韧性 我感觉都是和他们的营格 营品都相似 所以说他应该是以竹为友 以竹为伴 所以说后来有时候就慢慢理解了 有时候我们感觉到 所以我们在刻竹子的时候 就把竹子的节 刻得特别的就是那种参境 那种境节 把节的那种表现 其实把我们自己的心情 也表现到竹的竹节上 洪建华在构思这件作品时 根据历史人物性格 为画面中的七弦之一 软吉 设计了抚琴的动作 洪建华同样喜欢古琴 但因为忙碌少有时间练琴 为了在雕刻竹林七弦时 能够体会人物心境 他请来好友 演奏软吉创作的古琴曲 《九狂》 那么《九狂》呢 它这个第一段呢 主要是描写 这个一个 这个竹林七弦 其实就微醺的状态 进入画面 所以这个第一段呢 我们在演绎它的时候呢 描写了一个 这个微醺的一个 最久的状态 相传竹林七弦 不拘礼法 常饮酒作乐 纵情山水 这首酒狂的作者软吉 更是为逃避政治联姻 大醉六十天之久 虽然未尽时代早已远去 但名人狂世们的传说 却流传至今 为艺术创作 提供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一件竹雕作品的精雕戏客 往往需要数十天 甚至几个月之久 三十多年来 红建华能够耐得住寂寞 心无旁骛的 沉浸竹雕世界 源自他儿时的梦想 红建华出生在 一座长满竹子的小山村 老家的牌楼 石狮子 是红建华对于雕刻 最初的印象 有了学习雕刻的志向 洪建华在闲暇的时间里 常常独自一人 观察古建筑上的服饰图文 思考着如何将这些图案 雕刻到竹雕刻到竹雕上 有时候看着树根也蛮好玩的 所以就信手就把它捞了下来 就一边放牛 一边搞个小刀子 再修着玩 就有的像 看着这有的像小鸟 有的像铜鸟 我记得我当时 就会看着有个树根像铜鸟 我还回去把它修修论论 还把它打个洞 接根电线拿来做台灯一样 家乡的一雾一景 一草一木 都是洪建华灵感的来源 但是最初 他对于雕刻的痴迷 并不被他人所理解 他想到什么 他就要去琢磨的 有的时候他不是在地里 他以前不是家里种西瓜 在地里 在西瓜那个旁里 他就搞个东西在那里 搞个木刀 木刀在那里刻 有的人走过去 看到他在刻着这些东西 我就想 因为这个小鸟 服务正业 刻这个东西 那以后我饿死了 大家都要讲到 学习雕刻的道路虽然孤独 但洪建华却比其他人更加专注 每一件作品的雕刻 对他来说都是一次魔力 从简单粗糙的小物件 到造型复杂的立体雕刻 洪建华不断突破自我 创作出了难度极高的作品 这件高浮雕笔筒 晚南山居图 详细地描绘了乡村丰收的火热场景 人物动作各不相同 面部表情栩栩如生 这件作品打破常规 将传统竹雕作品 只能刻三至六层 拓展到八至十一层 通过浮雕 漏空雕 半立体原雕等多种技法 塑造了强烈的立体空间感 更是承载了洪建华对家乡的热爱 从立志要学习雕刻的孩童 到如今技法纯熟的手艺人 洪建华参悟竹雕技艺的过程中 经历过贫寒困苦 也曾默默无闻 但只要拿起刻刀 他便会忘却一切 全心全意投入竹雕世界 雕刻人物面部表情 是竹雕技艺中最见功利的一部 行话称之为开脸 能够掌握这项技艺的人不多 洪建华便是其中之一 而且这门绝活向来密不外传 能否雕刻出人物独特的神韵 全靠自己领悟 我们要把这个沙子 遮成很尖锐的角 就把沙子当刀用 特别是它人物五官 它有的高有低 像碧莲的地方 可以弹一点 你可以打磨 可以稍微用近一点 碧尖的地方 你就不能用进来 一用进来就打成它鼻子了 就不好看了 所以说要按照这个 演物的结构 五官的结构 给它清洗打磨 洪建华的开脸手法独特 在竹雕行业里 算得上数一数二 但它并没有因此自满 而是不断挑战新的难度 你看有时候我们在设计中 给自己找难度 喜欢把演物夺在这个竹杆子后 这就增加了包括演物的造型 开脸的难度 有时候刀都不知道 从哪里往下找 有时候在找到的时候 还不同的换刀 去磨刀 变刀 还是专门去改制刀 由于两根竹子的遮挡 无法观察竹鸡内部的空间 刀锋切入的角度 也极为有限 原本很快就能完成的开脸 这一次让它花费了不少时间 经过三个月的精雕细刻 这件竹林七弦笔筒 终于完成了 七位贤者 或醉 或颠 或诞人自入 几位天真浪漫的童子 点缀其间 在隐秘的世外桃源 构成了一幅 令人向往的画面 耳边是贤者所奏古琴曲 眼前是胜负难分残棋局 这一瞬间都被凝固在一截 小小的竹筒上 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洪建华从不被人看好 到如今成为了行业里 记忆精湛的竹雕大师 他实现了童年立下的志向 在纷扰的城市中 守住了自己的初心 完成了一件作品后 洪建华迎来了难得的闲暇时间 但很快 他又要为博物馆的事情 忙碌起来 自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